曼城即将被驱逐出英超 近日 英超官方发布声明 由于曼城数年内多次违反财务规划 所以将对曼城实行处罚 其中包括巨额的罚金 转会窗口禁止买入 本赛季大幅度扣分 甚至有可能剥夺近几年曼城的联赛冠军 而最夸张的 莫过于直接将曼城驱逐出英超 或者强制降级 从阿布的切尔西手中 搜刮了30亿英镑后 有人想开始从曼城手中 搜刮资产 而在得知曼城可能被逐出英超后 多家英超豪门俱乐部 都迫切地赞同这一处罚决定 不过穷民们大可不必惊慌 因为这并不是最终的处罚结果 作为世界顶级豪门俱乐部 曼城拥有着最顶级的法务部门 而处理类似事件 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而最终的处罚结果 顶多是扣分与转会窗禁令 驱逐出英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曼城现在最需要担心的 可能是主帅瓜迪奥拉方面的问题 早在此前接受采访时 瓜帅便表示 相信曼城没有违规 如果高层骗我 我就会立刻离队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瓜迪奥拉十分沮丧 且哭了一整晚 大家觉得瓜帅会离开曼城吗